安切洛帝,0-3是我的锅,但球队态度也有问题。 金晨一甲比赛中,纳布勒斯客场0-3完败在桑普多利亚脚下,主帅安切洛帝在后表示,球队在态度上面出现问题,自己排出的首发也有问题。 前两轮比赛中,纳布勒斯分别在落后一球和两球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拉奇奥和米兰,然而今天他们无法在0-3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。 安切洛帝说,我们的开局和前两场差不多,之前我们能够逆转回来,但这次没有,球队再次赛上半场表现不佳,特别是比赛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很快就0-1落后了。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改变太多,只需要在态度上做出改变,必须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比赛,现在这种态度是不可接受的。 本场比赛,安切洛帝令人惊讶,的同时轮休,了哈姆希克和卡列宏,这是萨利时期从未发生过的,首发做出那样的决定是我的错,下半场我做出了改变,如果可以的话,我希望回到比赛前重新开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载 转赏 转发 打扔载 转发 打托继续